經過四小時的航程 兩架空軍C13東預束機 十二號下午五點 將來自臺灣的愛心 送到菲律賓速武機場 由菲律賓中部軍區司令 戴維拉圖達 與社會福利部 中部地區副主任 費南德茲代表接手 兩人也當場對於 我國的愛心表示感謝 菲律賓軍方人員 也用最快速度 卸下機上15公噸的救援物資 希望能夠把這些帳篷 毛毯泡麵 餅乾 與各種食品 送到需要的民眾手中 十三號上午九點 軍賣再度派出1313與1314 兩架C13動運輸機 在上午九點 再運13公噸的救援物資 前往菲律賓 昨天的話 我們有兩架架次 所以基本上 我們希望能夠以 最快以物資 能夠運送到災區 來配合他們 這個災民的需求 根據瞭解 目前放置在新竹空軍基地的救援物資 至少還有六十公噸 空軍預計將在十四號到十六號 每天至少飛兩架次的 C13動運輸機 運送物資 馬中也表示 如果必要 軍方也可以派海軍軍艦 來幫忙運輸 希望能夠在最短時間內 將救援物資送到菲律賓 幫助災區民眾渡過難關 記者張崇 謝其文 應壘齊 綜合報導